接下来继续来关心的是 这个绿营在九合一当中败选之后 总统蔡英文辞去了民进党党主席一职 但是苏贞昌还是暂时留任 民间对于年前内阁总词改组的呼声不小 时事评论人张雨轩说了 苏贞昌一下子说总统交代要稳定政局 一下子又在舆论上头带风向 帮赖清德稳住政局 说不下台就不下台 再加上被点名入阁的 包含了顾立雄 陈建仁 郑文灿 林又昌还有林佳龙 这些都可以看得出来 又在玩当年那一套资源回收再利用 因此他也特别提到了 蔡英文放手的世代交替都没做 现在就看民进党歹系脱棚的内阁改组 如何突破下限给全民看 当然这个民进党在败选之后 针对了蔡英文他最喜欢的三个人 包含了这个桃园市长郑文灿 还有包含了这个其他的人 林志坚等人 到底未来下一步是如何呢 前立委郭正亮对这三个人 都有所分析 我们带你一块来听听看 过年改组就是苏贞昌组阁 然后换阁员 所以郑文灿还是 所以他在牛棚热身 郑文灿顶多去抚觅 因为他有热门问题 他不能被寻 那可是他现在还有三个月 他可不可以补一下 补一下那个相关的 那要过关才算 可以吗 过关才算 过关对不对 所以如果他 那过关的几率很低 过关几率 没有人会 那要问陈明通啊 没有人会冒这种风险 没有人会冒这种风险 所以他牛棚热身是热假的就对了 他没有热身 都是乱传的啦 乱传的 他就是要去抚觅啦 对这个蔡英文来讲 他最喜欢的三个人 据说就是第一名就是文灿 第二名叫小智 第三名是美琴 你怎么看 就是这三个人 小智可能要藏起来啦 小智先藏起来 一定要到没有人看到的地方啦 因为他很容易变成焦点 因为他太帅吗 不是如果这样的人还被重用 那你去想一想 那个民众党跟国民党 会怎么打嘛 对不对 那小美琴我认为 他最有可能的是 跟吴钊燮对调 然后回来慢慢适应 然后准备当副手 所以呢 小美琴会是蔡英文 放在赖清德旁边的一个 也不是啦 是因为赖清德本来就对国际 没有小美琴熟嘛 那你一定要过美国那一关嘛 谁来帮你 可是你觉得赖清德会 愿意用蔡英文的人马吗 小美琴半个薪草 对 所以小美琴还算 他两边都是 他两边都是 对 经常这晚上啦 睡不着觉啦 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啦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喔 茶胺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 记得打上我的这个 折扣码 CTI717 若于帮你来打折